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 在我身上我的朋友 爱永远在你左右 你永远在空间 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的 在我身上我的朋友 星期日的主日时间 原本应该是坐满教友的一顿上 只剩下几位同工 在调整视讯装备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也不能太多人 本来有负责因控的同工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那么多人 所以就我来负责这样子 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才开始悬殖 要不然平常不会碰这一块 准备 三 二 一 一开始是对机器讲 真的会不习惯 我是面对机器说 而且我以前是在讲台 还是我还可以 可能有一些动作 再自己这样不行啊 我会好像定在那里这样 可是我回来看 好像也是一样会动来东西 我就很自责这样 5月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祭出三级警戒禁令 暂停许多群聚活动 宗教集会也跟着喊停 其实在我们一开始接收到 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 一定来 我觉得对于 对于任何一间教会的牧者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第一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尸体 没有办法一起聚会 再来就是会有 比较会有一些 跟以前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可能会没有办法 牧者没有办法直接 他们可能有心理的一些 一些冲击 生活上各方面 有一些冲击 在我来到这个教会 算是第一次会碰到这种情形 也就是因为这次的 武汉的疫情的一个肆虐 因为政府的规定 也不得不让我们暂时 不要做尸体的一个聚会 这是我第一次所遇见的 毕竟这个疫情是颠覆了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教会 所熟悉的社会以及这个世界 教会实体聚会喊停 但是信仰生活却不能跟着打住 许多教会逆风而行 紧急阴影 将聚会从实体改为线上 透过直播的方式 让每位教友的家成为教会 更让福音透过云端打破疆界 让教友在面对疫情的恐慌 害怕情绪中 心里得到安慰 灵里得到胃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可以来到教会 可能你也不太教会 但你在自己的家中 那我们也可以在家中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要在今天来安守主耶稣的主 在敬拜开始之前 我们先一起同声在家里 或是你在各个地方 你可能有看着手机 或是看着电脑 看着萤幕 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同声开始祷告 当然是心情会比较低落 然后因为在做实体礼拜的话 认为是比较直接感受到 然后在家里也是不错 在家里的话跟自己的家里 一起有那个什么亲切感 然后在家里一起做礼拜 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这个可能是都是上帝的安排 不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 不须要评论 但是我们相信他们 相当一样的儿子 能不能学习 咱咱在路上 就是把人搬上去 他才能亲手 太久了 然后我还要 把人家交出去 然后我都能断上去 所以我把人家交出去 那个奴路就是对方的 就是神要祖父我们 这个奴路就是 马上寻书说的 神说要等候你 因为我要不必来什么 你要我要不必来等候 再來上個禮拜我有分享過 就是當我們在家裡面 或者是你的平常生活 你也可以把它拍下來 因為主要是因為我們都很想念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過程的當中 透過照片的分享 我們好像還在一起的樣子 我們好像可以看到彼此 藉著科技的輔助 讓教會在困境中找到一條 讓福音不停歇的路 以基隆山美教會來說 雖然部分教友年齡教長 沒有智慧型手機 但是透過教會小組成員的協助 家人的幫忙 讓長者也能一同在線上相聚 在我們教會這邊的弟兄姊妹 大部分的年紀都比較年長 目前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做實體的一個聚會 我們有時候我們也沒有辦法一一的到 讓各個家庭去了解他們的一個收看的情形 但是我們也會透過我們自己的一個弟兄姊妹們的一個小孩 會使用手機的能夠去教導我們這些長者 或是說跟小孩一起來觀賞我們這個直播的這個訊息 不過線上聚會雖然方便 可以不受空間限制 但是疫情籠罩的今日 打亂了世界的秩序及人們原本的計畫 面對變化的生活 人們心中的憂慮和難過不斷擴大 過去教友能夠在實體聚會中 述說著自己的感受 能夠面對面的尋求同工協助 但如今因為疫情的限制不如以往 讓牧者不斷思考著 該如何透過螢幕 讓教友感受到 面對面和線上無差別的安慰與關心 在看看 哦哦哦哦 我要唱 講到臉底大胃口 我要唱 想到臉底大胃口 請你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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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在我的心 我要歌聲中 請我歌聲中 在鏡頭的另外一邊 你會不知道他真正要的是什麼 這個對我們來講真的是會比較困難 那至於怎麼去改善 那目前的狀況我們能做到的 也就是會變成很多的電話的聯絡 比較多的就是用電話來去聯絡 各個家人、家屬這樣 其實特別是在我的牧羊的方式 特別是在怎麼樣跟會有 因為疫情會養的方式只有正道 怎麼樣在正道方面更好的 讓會有更清楚 我曾經因為這個事情我哭很久 因為男兒有內不清 可是在神面前不怕 因為這個事情我已經跟神說 我怎麼樣可以更好的跟會有 有一個在講道上面 可以能夠更打入他們的心 有時候我們會透過電話的聯絡 甚至我們會互相帶導 甚至有弟兄姐妹們會自動的 會打電話給我們 甚至要我們為他們去做 他們軟弱上的一個需要的一個禱告 以前都是會依賴禮拜天 來到這裡可以看到牧師 但是最大的轉變是 我剛開始我很怕說 沒有屍體了會有怎麼辦 可是我現在發覺到一樣 反而會更多人 我覺得會更多人 會更多的可牧神 因為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時機 但是重要的是你在你的餵養 在你的正道方面 你怎麼樣的方式去餵養他們 這個才是關鍵 我們一起來奉獻 在這當中 因為 在這當中 很現實的事情 疫情波及 影響的還有現實面的 經濟問題 在這當中 因為 很現實的事情是 沒有弟兄姊妹來到聚會 那可能 會奉獻的 會為教會奉獻的可能 不會那麼多了 所以在租金方面 那對教會來講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對 但是 還是得要去實施 這個事情 那在這個當中 不斷地去跟弟兄姊妹們 去說明或者是去 提醒他們要奉獻這樣 但不強迫 奉獻從來就不強迫 疫情改變生活 也改變了聚會模式 牧者同工 從不熟悉科技到借助科技 成為傳福音的幫手 掌著客服 對於3C產品的陌生 青年發揮了解 網路的專長 一起在雲端完成 一場場聚會 環境再怎麼改變 我們相信 神與我們同在 阿耶 我們來唱這首歌 我們用信心來唱這首歌 在 穿上我們做網路的神 在祂沒有藍神的時候 阿耶 以前都是我會去 都會去各小組 比如說禮拜三 我都會排隊跟小組 跟他們一起分享 那現在是因為疫情 所以他們小組長很厲害 他們也可以用直播的方式 讓小組透過他們的手機 可以看 他們用方式 甚至我們有一個長老 他是用兩支 手機 然後直播這樣 我說 感謝主 疫情反而讓教會 雖然有很多的衝擊 但是讓教會 可以更多的面 更多的牧羊的面 來做工 那其實這個疫情 我們都不知道 疫情能夠維持多久 那我覺得 在這當中也是上帝 給我們一個機會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從很遠的地方 來到教會 那可能在這當中 沒有辦法帶著我們心愛的家人 或者是我們的朋友 或者是我們生活 周遭是沒有辦法 進到教會的朋友 那透過這個疫情 我們可以把這個福音 傳給我們 傳給我們 我們身邊最親近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 這是一個機會 謝謝 疫情影響著你我的生活 各個教會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陪伴彼此挺過疫情 扮演安定人心的信仰 在疫情嚴峻的當下 如何持續運轉 顯得更為重要 牧者們說 危機就是轉機 一切的困難考驗 終會得到解決 阿民 pared 雪caster 我們的機會到這裏 새로운使命 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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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誠